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正琳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琳时间 今天我们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是 中国的一个内部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讲到 鸡娃内卷还有躺平 我们讲说这几个名词非常有意思 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意涵 跟社会走向的一个潮流等等 其实从鸡娃内卷躺平 我们就看说中国的一个年轻人 现在到底怎么了 或者说他的一个社会发展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蛮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来宾 一位是陈文贾琛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外一个董思琪董老师 大家好 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那我现在先定义一下 就是所谓的这三个名词来讲的话 就是说所谓的鸡娃 就是鸡是其实公鸡的鸡娃 是娃娃的娃 其实是在比喻 一般现在社会上父母们 给孩子们在打鸡血 所谓打鸡血就是 要让他比较快速产生爆发力 所以不断地是给孩子安排一些 这个补习班 才艺班 或者是增加一些课业的量等等 以前中国那边有讲的一个虎爸虎妈的一个状况 让这些小孩子能够在未来的一个升学路上比较有竞争力 所以这个有所谓的鸡娃的一个现象 那讲到一个内卷 内卷其实是一个 在社会学上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名词 内卷其实就是所谓的一个不良竞争 就是说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群组里头 一个社群里头 大家做一个比较激烈的一个竞争 然后造成这个一些比较畸形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们称为内卷 这是这个部分 那最后是一个躺平 所谓的躺平就是最近比较在90后 或者说00后的一些年轻人 那因为现在在中国内部 国内的经济也开始走下坡 那一些社会阶层的固定 就比较导致说一些流动比较困难 在这个前一阶段 大家内卷化的时候 那可能有一些人 你说竞争力不足也好 或者说在这个内卷里头 过程里头 整个是一个遭遇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困境 所以就造成所谓 他们就主张所谓的躺平 那躺平有一般来讲 就是说还有比较具体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我不买房 不买车 也不谈恋爱 甚至不结婚 不生小孩子等等 所以这样子一个维持一个最基本低度的一个生活跟消费 它这样等于是一个躺在地上躺平了 就等于是跟社会是比较做比较背道而驰的一种发展 就一般我们来讲说人生 有时候还是要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奋斗 或者说努力等等 那这个是因为整体来讲 是因为有经过小学时代 有一个鸡娃的一个压力 那到了内卷的一个实质的一个作战 冲击 到最后可能受不了了 说那我躺平可以了吧 陈文贾陈老师 你怎么来看这个中国一个社会 他们对小孩子年轻人 乃至于成年以后 还要在这个内部社会里头的一个竞争 跟目前的一个社会氛围 我想说呢 讲到这个主题 我先讲一个我个人呢 喜欢的一个大陆的 之前在1945年代 十年代很有名的 大陆的一个历史学家叫陈炎克 那陈炎克呢 其实他是清华的四大国师 当初1948年呢 抢救学人的时候 他没能跟这个国民党来到台湾 他留在大陆 然后其实他是非常有才气的 他精通十几国的外语 他对历史呢 也非常有成就 所以是成为清华国大 这四大国师 但他最后呢 他留下来 他觉得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文革的时候 他受了很大的这个羞辱 甚至他眼睛瞎了还逗他 最后他讲一句话 他说呢 其实 他不再争取什么的 因为他想要争取所谓的学术自由 然后学术这个能够尊重学术 结果后来呢 这个共产党这个红卫兵就说 你没有这个资格 最后他讲一句话 他说人生的悲哀呢 莫过于命运着于底定 还要作为了挣扎 这句话 其实我是很憨动的 因为呢 我其实就能够呼应到刚刚主任所讲的 其实从鸡蛙开始 父母亲从小叫你好好学习 对吧 对 然后呢 之后你可能就真的是好好学习 然后呢 这个大环境 其实大陆现在的状况因为 已经高度发展了嘛 你学习之后可能呢 这个做起事来 虽然你很认真 但是没得到你预期的 是 那没预期你干脆呢 就 就算了 放弃 那就放弃 所以就有所谓的计划 所谓内卷 跟所谈拼 所以呢 我也是想说 其实 就大陆学生而言的话 因为我看很多 这个不管是报道 或是这个脸书等等 很多大陆的学者 包括 现在很多 来台湾的一些陆生 来 我也经常跟他们聊 这现在是很严重的 所以他想离开大陆 因为呢 大陆 其实说真的 你怎么努力也没用 因为说真的 现在呢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 跟以前这个所谓的 回到东京南北朝 那时候的九品中正 对吧 就是你老是有能力 你就有能力 你没办法就没办法 所以变成是说 反正 我就是赴二代 官二代 官二代 赴三代 我就有机会 不然我再怎么努力 就怎么样 命运遭一底定了 也都大家不要做无畏的挣扎 这是我 刚好连接到 陈炎柯这一部分 那我总觉得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讲到说 其实这个是跟所谓的 中国他现在要提的 就是说 中国他现在要求呢 是说 年轻人要奋发 对 奋发有为 对吧 那但是你实际上 你共产党发现说 怎么现在 这个你要坦平 那这文化会造成怎么样 对国家 这个稳定造成威胁 所以他要去封杀他 对 那当然了 但是就这个有人跟我提到 有学者跟我提到说 其实真正堕落是阶级的固化 就是我讲的九品中政治 是 然后呢 无法提供公平竞争的制度 这个并不是年轻人的堕落 是因为你社会不给我机会 对吧 那相对的 那我当然年轻人看到这种结果 当然会选择坦平 但这个坦平呢 当然有几个有 我们有看到这个网络有提到说 这个有一个全坦平 他在家里头不工作 然后每天包一个社会不公 这是全坦平 他一个半坦平 他就很认真工作呢 但是不考虑找对象 是 然后那个是微坦平 他这个是认真工作赚钱 也买车买房 但是感情上只是寻求这个短期 就是一夜勤 对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怎么样 是这个婚姻中坦平 就比如说呢 这个 努力一段时间以后 对对 家事金钱都各分摊 各个生活不生小孩 那这样会影响到 虽然他们就要推第三胎了 对 会影响到 就是说这个氛围呢 影响他们社会的进步 然后影响到整个一个社会的结构 所以呢 当然啦 这个部分呢 他们就会 中国太害怕了 所以他就说 现在呢 坦平的主义呢 要遭到封杀 连那淘宝三平 以前都有印那个什么 那个马国的也被封杀 所以呢 还是回到说 这个坦平主义跟共产领导建议所提倡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的向上哲学 就像我们也说 像有时候看的时候说 一条鱼儿会上上游 你的故事一样 没错 你又没用 因为游到最后 你还是被他杀了 对不对 你也是无能为力 无力回天 所以形成这个 嫌密的对比 所以呢 这个反正举凡呢 是 现在中共官媒 也在提到说 这个坦平是可耻的 不利于经济发展 然后呢 等等的衍生呢 当然就造成社会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也是呢 现在中共如果说他强调一个维稳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跟一个讯号 其实很清楚了 我们也观察到就是所谓的坦平主义 或者说现在中国一些之前一些网路上的一些这个提倡 或者说主张这个坦平主义的一些言论跟氛围一些内容等等 其实在中国这个内部的一些网路使用的状况 就是被封杀嘛 全民的封杀 那甚至甚至他们也还会发动一些官网 一些名人来攻击来批判 这所谓的坦平主义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他的一个价值来讲的话 他是违反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意识形态 对中国官方的一个中共官方的一个意识形态 还有他的宣传都会构成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但是坦平主义会在中国这个内部 或者说一些网路上民间等等 会产生这么强烈的一个共鸣跟共识 那其实我觉得相当程度应该也是反映到 这个中国现在目前社会内部的一些现象 那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会不会未来对这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结构跟架构 价值等等产生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 这部分的董老师的观察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坦平主义 或者是说这个内卷 那这些现象 那这些现象其实也不尽然只是在中国发生了 那其实坦平主义在中国的这个词 它还跟韭菜这一词有关 也就是说我不想要被你不断的割 那我就躺下来 躺下来就不会被割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是说 割不到 对 那反正你就不要一直来跟我要求这些 那另外一个 它其实它源头跟这个西方的犬儒主义的思想有点类似 但犬儒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是认为说 人类最重要的是自身的Virtue 就是德性了 那自己的德性是最高的 所以你外在给我这些虚数其实是不必要 可是到后面呢 晚期的犬儒主义变成所有东西都抛弃都放弃 那就是觉得没有意义了 这为什么会跟中国的状况有关呢 那其实中国遇到一个状况是 过去快速的急速的压缩发展之下 它已经陷入了一个所谓的发展的瓶颈 那成长的瓶颈之中当然阶级是一个因素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他们受教育的过程之中一胎化 政策和人口的爆发的状况之下的 这个教育的压力也有关系 那所以内卷这个词其实很有意思 内卷involution它其实对应的是revolution revolution是我们一般所知道革命 那其实革命或是内卷 它都是跟同心园有关 内卷的话是从同心园的外部 一直往里面画圈画到中心 那革命的话revolution是从同心园的内部 一直往外扩着 所以一般也可以叫做所谓的外卷 那内卷其实就是说你做白宫 不管再怎么努力不会前进 那除了刚刚这一个文家老师 所说的那个比喻之外 那西方有一个叫薛佛西斯的神话 就是说他不断推石头到最上面 然后在石头又会掉下来 你每天再推也没有用 如果是中国的话 他就是砍这个树 一直砍一砍 砍完之后树还是会长出来 就是你徒劳无功的意思 那在面临徒劳无功的时候 要怎么样来回应呢 那中国的现在年轻人 就用躺平主义来做回应 那躺平主义之下呢 过去大家为什么 鸡血还是很流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还是认为说 我只有这个儿女啊 在2013年变成这个特殊的二胎化 也就是说父母两边之中 有一个是一胎的话 那他们可以生第二胎 那2015年变成普遍二胎化之前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青年 其实都是一胎化的政策之下 家里唯一一个宝贝啊 那他们要进到这一个社会去竞争之后 却发现说他们的这个世代呢 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 他没有办法 同样努力父母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们做不到嘛 那效能低落之下呢 就干脆不要去跟人家竞争 过好自己的小生活 满足自己的小确幸就好了 那当然这样是对于整体的 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些不利之处 那所以中国现在也是很头痛啊 面临到年轻人啊 这个不婚不生啊 那什么东西都放弃啊 甚至我们还有听说就是 连自己的健康外貌都不去顾的 这种状况啊 那所以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社会问题 我这样看起来 这个生活就很废啊 不要说中国了 那台湾当然也会 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话题等等 那只是说你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怎么去回应 这个年轻人 这样的一个面临的一个处境 那这部分我们也许 下一个阶段 可以来再进行一个讨论 我们休息一下 从两岸国际 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 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 我是主持人张振宁 您现在受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宁实践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中国目前比较夯的一种 一些流行词 就是说这个鸡娃内卷 躺平主义等等 谈到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也会想说 其实应该也不止说 中国的一些年轻人 或者说他们年轻时代 或者说整个社会 是面对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像国际上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国家曾经 或者说目前进行事 也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包括台湾 台湾其实之前的一个 升学主义 或者说内部社会上的 一个竞争等等 那之前台湾有用世代来分 说有什么 还有一种草莓族的 一种名词都产生了 等等 是有一些所谓的 世代上的一些无力感 或者说面对他们当前 社会发展的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状况 然后他们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这部分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要相对来看的是说 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中国的社会 在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政权 他们的一个领导者 或者说他们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社会 是怎么来回应这些 所谓的一些比较消极的 或者比较已经可见的一些问题 那台湾走过这一段过程里头 目前的一个状况 可能又是怎么样 跟中国来比的话 这部分文贾兄 你的观察怎么样 我在这个大学里面工作 然后每天接触的都是差不多 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班都有 这大概有十年 比如说20岁到30岁 40岁都有 那我是发现 这个年纪越轻了 尤其是越来的新生 他们来是很大的落差 比如说博士班 他就认为说 我就说那我们这样出作业 这次考试交报告好了 交作业 结果我说他再写个5000字够了 后来大家交来的 没跟他写的很多 破万 对破万 这个现象我想 对这种博士 那种30几岁那种 他们认为说他 他还是认为说他要认真去做 才能得到高分 出乎我的意料 那现在呢 这个大一大二的新生来呢 我就说 那你们写个作业好了 结果呢 他们就问说 老师 我不要写作业可不可以 讨价还价 对 我说 为什么不写作业 他说 你给我60分就好 那我说呢 我为什么只60分 他说 我只要过关就好了 对吧 我只要这个学历 这个文凭 那我说你之后呢 他说他之后呢 反正他读的分数多高多低 他反正出去 他也是去卖饮料 因为现在其实 现在台湾呢 现在台湾有一个问题是怎样 就是 因为随着五缺的 五缺 就是缺地 缺水 缺人才 缺老公 然后产业外移 然后这产业外移呢 造成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空洞化 那空洞化 其实 现在大学生 你不管多么优秀 出来去找工作 是相当困难的 当然他们觉得说 反正呢 我不管念什么学校 不管国立私立 不管是念 热门跟冷门的科系 我到最后 我一定不能学以自用 我一定说 不然我可能就是 就要么去当店员 要么就开店 因为我技术成文都会外移去了 对 这也是有一种 外在的因素 倒不是说 一个阶级 当然是有 台湾跟这个 大陆不一样的地方是 大陆因为它有阶级化 那台湾不是 台湾没有阶级化 但是台湾的产业都外移去了 是 因为随着所谓的全球化 它外移了 所以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那它产生的结果是怎样 就是说 那反正我怎么努力 我找不到工作 我干脆就这样 手弄妈妈 我就反正就这样 躺着就好了 那躺着呢 过程中我只要去 打打工 为什么 因为我有父母亲靠着 我有坑老猪 对吧 那我们当父母亲的人 我们当然也不愿意说 小孩子这样 我们也会适度的去扶植他 那甚至呢 有些 我的同事还是这样子的 说好 反正房子就留给小孩 他去哪里住你知道吗 去做所谓的养生住宅 养生住宅 现在很夯养生住宅 就是说 比如说 他付了1500万的租金 然后呢 他就入住到 所谓的 他们的那个 养生村 养生村 然后呢 反正有人打扫 有人供犯 对不对 然后反正他们也很悠闲 是 他就是 这一个月付两三万 然后到最后 这1500万 如果他退租了 还能够退还给他 大概把钱留给小孩 所以呢 造成这种 不是小孩子的问题 也不是大陆问题 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但是台湾跟大陆又不大一样 那我是 我是相信呢 其实这个部分当然 就政府而言的话 其实应该是要 健全一个所谓的投资 就投资环境 对 或者一个生产环境 制造环境 然后呢 让这个能企业能流下来 或者是回流 然后那年前有就业的机会 因为其实 会这种状况 还是因为就业的问题嘛 是 最终关键还是在就业 你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话 你这么努力 你也得不到机会 那现在很多人 我就说 那你以后 还有些博士 所以说 你为什么不出国读书 他说我出去读书也没用 因为回来找不到教职 更难找 更难找 因为跟台湾的社会脱节 对 那你如果在台湾念 是不是还有机会 然后第二个也比较省 第三个呢 出去花这么多钱 回来就不会来 所以我想呢 这是根本性的 说真的 像我们都是这个50年代的 那其实很多事情呢 我们的想法跟年轻人 的确是有不同的 那我也不能否认说 这个是 这个代购问题 但是现在大学又很特别 因为少子化之后呢 就又没让年轻人进来 因为我们老子在 我是认为说 其实应该让年轻人来 让他能够让那种思维 能够年轻的思维 能够刺激到年轻人 那不然像我们去跟他讲 他说你们老人了 对吧 我们就总是在讲的过程中 那所以我就用赤子之心 来跟他们讲 然后反正就跟他们打成一片 只能是这样子 但是还是比较消极的 更积极的是一个社会的再造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跟想法 其实一个希望 希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 跟那个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说你让这些年轻人 这么样的一个努力 你说你要鼓励他们 来做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让他 一点一个希望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到最后一个选择 甚至放弃 放弃就是躺平了 那当然来讲说 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你一个国家的一个领导 政府 或者说整个社会氛围 说企业也好 或者说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 跟阶层等等 大家能不能去回应 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董老师 你这边的一个观察是怎么样 当然了 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的年轻人 不想跪着 不能站着 只好躺着 所以躺着呢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一个问题 躺平是他的 所谓的智者的运动 所以是一种 人类万物作为尺度 躺平之下才能成为真正的一个人 这是现在中国青年的想法 讲到就业的问题 那他们现在有所谓的九九六制 就是朝九晚九 然后一周六天 然后苦不堪言的这个状况之下 那薪资又没有办法 这个具体的提升 花费又越来越大 那要如何去面对呢 在不能面对之下 那当然了 躺平的是逃避问题的方法 但是也是他们具体的 一种内心的自我的这个革命 有人说这是一种革命 或者说抵抗 但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以及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阶层 当然都是看到这样的危险性 那所以他要想办法说 要如何去解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有所谓的静电玩力 也就是说让这个青年 周末时有三小时可以打电动 周间是完全不能玩电动游戏 那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这是一种精神鸦片 是把这一个青年 把它拉到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 那所以希望能够 这也是结合到 为什么过去要打这个虚拟经济的部分 就希望把这个中国年轻人 拉到现实社会 但是这样的过程之中 反而让中国青年觉得说 更加的痛苦 那所以就干脆就什么都不要 那不管是怎么躺 在哪里躺 反正我没办法对社会做抵抗 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 所以这种犬儒的精神 才会这样兴起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中国 台湾也类似的状况也有 那或者是说在韩国 有所谓的这个三抛五抛 七抛九抛世代 那这所谓的就是不结婚 不恋爱不生子 然后不管他自己的人际关系 不管他的这个经历 不买房子 然后不管他的这个未来 然后不管他的兴趣 然后不管他自己的外貌 也不管他的健康 什么东西都不管了 什么东西都抛弃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是无能为力 废到底了 这个最后要怎么办呢 那当然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要用结构性来处理 所以国家在面临到 这个所谓的高龄化 少子化的这个过程 特别是这个发展的阶段 你如何用这个体系性的方式 来去增加就业的机会 来去减少这个社会上的困境 然后同时去增加这个心灵面的 这个丰富面 然后产生一种对未来的 向往跟希望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有的这个已开发国家 正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回过头来 中国现在面临这个状况 其实是发展过程之中 可能不得不去遇到的阶段 而且很重要一点是 中国又跟其他国家 更不同的地方是 他用更压缩的时间 去做更快速的发展 所以他的后座力也有就更大了 那所以这也是相对于 这个习近平主席 如果说接下来 他还想要再继续领导中国的话 他不得不去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这感觉上这样子 有一种讲法就 你躺平了 就当然就不会跌倒了 那现在中国年轻人 以前我们是狼性十足 斗性坚强 就是说当然也 这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词 但是相对来讲 其实我们接触到一些 中国的一些学生 路生 他们其实学习的求知欲 各方面 学习动力 其实也非常的一个积极跟强烈 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部分 相对以前到这样子 现在狼性的中国 中国年轻人已经不见了 可能未来就是一些佛系的 那佛系的中国人 如果他们这个整个社会结构是这样 或者说整个社会是未来 他们是成为主流 那对中国的一个部的一个 质变跟量变 会不会又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也是做一个讲法 那其实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说 比较年长的一个世代 或者说整个社会 以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等等 基本上对年轻人 这个部分 这一块领域来讲的话 还是要相当程度的一个 重视跟回应 那你不能是因为 整个社会结构 或者说一些经济的一个状况 都改变了以后 然后不作为 或者是你像中国这样子 你反而去封杀 或者是去用一种言论的 或者说一种钳制 思想的一个钳制 你需要做一个强制的一个打压 不敢去真正面对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其实最后的一个结果 反而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状况 好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 以上是今天 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 节目进行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 谢谢